然後這個標籤 別人給我的標籤 把他撕掉這樣 范維琪昨天在社群聲明學歷造假一試 卻迎來網友翻出他過去訪談內容 10日他出席品牌活動 首度發聲啦 可能就是在那個時候那個當下 大家就會很自然的 會這樣子說這樣 那我也覺得可能是比較 沒有回答得很好這樣 一切我都是非常慘蕩蕩的 我在同樣的Campus上 可能我是拿一樣的Degree 並表示說他是一個補習班 我覺得大家也不要就是 好像judge我這樣 范范也是一連無奈 但談到寶貝兒子們 他又重拾幸福的笑容 他們那個學校有一個活動 然後就是媽媽可以去 然後他們做了那個 自己做的花 然後還有幫我擦腳 跟擦那個乳液 說謝謝媽媽辛苦了 還有唱媽媽媽我愛你 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覺得很感動這樣 但因為我們兩隻是分兩個時段 所以我11點要先去被擦一次 下午2點要先去被擦第二次這樣子 但是就是很不可思議 兩個小寶貝這麼懂事 范范真是太幸福啦 非凡娛樂台灣報導